大家好 今天我過來廣州市花都區 施嶺鎮的麒嶺社區 舊鎮市叫麒嶺村 這條是大鋪河 很難想像舊鎮市 為什麼他叫河 我沿著麒嶺社區 河濱路 一路往前走 河濱路 我現在走過河濱路對面 公共地人說這邊是舊市場 以前麒嶺村麒嶺村 經過這三四十年的發展 已經是靈鎮化 現在是叫麒嶺社區 這裏特別多摩托 搭客人找來吃 我現在走這裏就是河濱西路 這樓不是房產公司進來開發的 全部都是本地 舊鎮時的麒嶺村民 在窄基地基礎上 建起上來一幢幢大樓 全部都是出租的 有小部分可能是本地人在這裡住 當地人賺到錢 在廣州市周邊的地方 買了別墅買了商品房 這些一般都是吃不動的出租的 這裏搭了一個鐵飯 這條街幾百米長 全部都是做飲食的 我走一進來 當地人俗稱叫做舊市場 可能就是麒嶺村 舊市場的舊市場 不過現在翻新改造了 不計鹹天菜 不計鹹天菜 可以了嗎? 有一個大小的餐廳 是一個大小的餐廳 有一個大小的餐廳 絲藥 有一個大小的餐廳 在外面兩天 就把餐廳廳 也有一個小的餐廳 因為現在可以做到餐廳 會有很多大小的餐廳 這是一個小的餐廳 多少钱一斤呢?18元一斤 麻烦你 我现在在拍这里就是广州市花都区施嶺镇 齐嶺社区的旧市场 马上拌一斤 湖南米、英德米、韶关米 这边靠近越北 最便宜的是2.6元一斤 最贵的就是3-4元一斤 里面一袋米 我现在一路走一路听到很多本地的人都是讲客家话的 花都区这里是属于客家地方 不过他们讲的客家话 已经是侵了广州话白话 是很容易听的 它跟越东那边梅州的客家话是很大区别 他们的主意 在加弹的国家里面 会从广州市场里面 在横着进行没有 它是对于品牌和于民地的主意 它们的服务 是有一个主意 这是一路独特地的 你知道这场场的国家 不是在世纪里面 不过是对外人 而且是很多人 菜心多少钱?5元一斤 白菜呢? 白菜价也不便宜 白菜价也不便宜 白菜菜心多少钱? 4元 好嫩 4元 白菜口嫩 好嫩 很嫩 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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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拿起来也要4元 这只白菜多少钱? 4元半 4.5元? 包你好吃 4.5元 你自己种的,美女 我知道,美女是你自己种的 好吃 每一般都拿了 全 Project 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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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元 2.1元 我看到她面有头 好漂亮 2.2元 我懂,你都很漂亮 不过我喜欢她那里面有头 2.2元 2.2元 5元 5元 1.2元 2元 3元 買1元 我先吃著,麻煩你,先吃著 這番茄也點了? 就這樣吃得不行? 是不是你自己種的? 是不是自己種的? 給點水來撒液 試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100元夠了嗎? 夠了 跟8元上 跟8元 除了1元,除了1元出來 多少錢? 9元除了1元,8元 8元,好的 2元 8元 讓我給媽媽來 多謝 好,你們都是本地的嗎? 是啊,我們是和鈺 即是在麒麗還是那裡? 和鈺村 和鈺村 每天都在那裡擺? 是啊 不錯 是,收工出來的 早上很少出來,今天休息 休息又出來擺檔 找一些 自己種的 自己種的 那些豆角多賣? 豆角5元 豆角5元 豆角5元? 5元 5元 買一買,清白給我 清白給我 5元 哇,比陶山貴 好軟甜 不會老的 可以吃嗎? 那樣的 好 好 那樣的 可以吃嗎? 可以試試嗎? 你買得來清白給你 多少錢? 7元 可以試試 你平時做事還要有時間 出來擺檔嗎? 我可以開工 很快 只是開工很快 我可以去工廠 不是工廠,不是工廠,不是工廠,工廠負了樹木出來,拿粉碎機粉去,花牆 即是撿了那些樹枝、樹葉? 是的,那些搞清潔 麻煩一下,麻煩 是不是真的自己種的? 是啊,真的啊,就是五一了 我知道,我經常吃回它的 現在兩位買了四斤 多少錢?四元半 四元半啊? 五、四,我不買那麼多 兩斤啊,撿啊 可不可以切一隻給我看? 我切一隻給你看看 那你不是清潔的嗎? 你清潔的,你死人嗎? 不知道就這樣吃,可以不可以? 現在是燜了幾次 現在兩位買來散吃的 不過我看它好像都是批發回來的 我就怕它不是那隻 自己種的那隻 不是啦 如果本地那些,它連錠都有的 哦,是的,這些 不是,有錠都不一定是本地的 不是,那這些都不是 它本地那些 哦,那條瓶都還有的 哦,那條瓶都還有的 如果是那些農民自己種的番茄呢 你就這樣洗乾淨吃,就很甜的 但是如果你不懂買呢 在市場買那些批發那些 或者不知哪裡來的那些番茄呢 是趨熟的,那就是沒有用的 所以剛才那堆番茄呢 如果它買四個半的呢 如果是趨熟的呢 它就一定是貴過市場 廣州的市場的 所以我不會買就是這樣 那如果它真是自己種的 我們可以判斷到的 那我就四個半我都跟它買的 因為很難買到農民自己種的番茄的 老闆這幾錢呢 德國借,兩張 是兩年前 有的都市場 要多多幾一點 都市場 我們還是去買一家 其他年輕的 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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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有多個 都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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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 都市場 3元 豆菇怎么卖呢? 3元半 我現在拍的這裡就是花刀區施嶺鎮下面的旗嶺社區 以前旗嶺村就有一些含色都見不到的 現在全部都是城鎮化了的 本身施嶺鎮就是廣州附近的一個工業重鎮 花刀這裡很多橡膠廠、家具廠、化工廠、鞋廠、衣服廠 施嶺鎮就是皮具皮革製造業的基地 據說這裡是城中國的肥具皮革製造 大約六十多人在這裡增產 離開那個市場我們走回來另一條街 這條就是商業街 那這些城中村這些地方就很廢話 因為它居住人口很多的 農村就方莫化 靠近城市的村就是城鎮化 不過農村的土地荒廢了之後 其實現在外來人來到這些地方做生意 都很難賺食的 我從大路轉進來另外一條橫街 移嶺豐民街二巷 廣州市花都區施嶺鎮下面的旗嶺社區 又叫做旗嶺村的拍攝 又到這裡 十分多謝大家的收睇和支持 拜拜